如果有人问我 那些艰难的岁月女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想我只有一句会回答 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撑着我 这种力量的名字叫做 想死又不敢 我对自己看了一枪受了很重的伤 可能或许因为恐惧心理开始发慌 或许因为某种原因一时头脑发昏 其实早就想离开的只是没有决心 好吧让我想想 让我慢慢想想 我是怎么结束生命痛苦怎么疯涨 这墙口有点冰冷 这黑压压的蛋孔 好像他在催我快点时间需要节省 起初对你有点留恋情景眼神炸解 甚至还会有点想念我曾爱你一别 我开始对生活不舍付出汗水畏果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生活抛弃了我 说爱也没了 事也没了 我曾哭几回了 这家也没了 命也没了 我也太倒霉了 我举起那枪的手 我对准自己胸口 精神空的板击那么熟练 顺手 碰得一身不在计较得到的多余少 多少又能怎么样 我做个鬼有多好 原来结束如此简单 并没有什么不安 比起往日那些悲观 这种风是一般 你猜我会不会死 没人给我指啊 我的血都喷出来了 血染红了牙齿 痛苦放大像在心宿这种眼神中苦 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可我死不眉目 不喝不算太疼 血液不是粉红 此刻终于解脱了 再见这座空城 我死以后 谁会来看我的身体在腐烂 谁会猜测假想判断 我生前的遗憾 构极中的火药味道 让我如此骄傲 我不会再寻有拥抱 不要谁的怀抱 解脱了别说了 久也不用再磕了 我累了疲惫了 此刻我将睡了 快睡吧 傻孩子爱情不会来 闭眼不失海 不我会帮你埋吗 我曾经受恶杀自己 欺负自己身体 如果活着算个洗礼 那么 真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